外国人上擂台扇中国硬汉耳光 奥运冠军蔡良缠上擂台给其震场子 在格斗擂台上不乏有一些挑衅者 总是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但嚣张的人自古以来都没有好下场 敖日格勒、梁建平、泰森都有这样的经历 本期视频柳城就被全迷们带来 上擂台挑衅却反遭打脸的三场擂台挑衅事件 第一场敖日格勒在据定拳王擂台被挑衅 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呢 有一位美国拳手上擂台抢过主持人朱家梁的话筒说 想要挑战在场最能打的人 当时场下有敖日格勒、蔡良缠、李景亮 然而这三位并不搭理对方 结果这位美国拳手走下擂台 坐到敖日格勒面前扇耳光挑衅对方 这两下彻底就激怒了敖日格勒 但在上擂台的时候被对方的从火拿椅子砸在了背上 二打一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奥运冠军蔡良缠直接上擂台帮敖日格勒震场子 举过头顶的抱摔直接叫他做人 最后现场的工作人员上擂台将对方驱逐出场 来看第二场事件的起因是刘文波出场过于嚣张 结果上来了位日本人想要教育他 如果是一个人杨建平或许还不会暴怒 但围殴刘文波就做得非常不地道 两人先是在擂台上打 然后再下擂台继续打 刘文波打着叫着导致被对方一直教育 不过这位日本狂人也是那种有点优势就浪的人 踩在刘文波脸上羞辱 结果刘文波瞬间起身 抓住对方就是不停地砸肘 刘文波 并且波及到了裁判 这下杨建平真的忍不了了 直接冲上擂台给刘文波震场子 一脚一个全部踢翻 有杨建平给震场子 刘文波终于不再被动 成功将这位日本狂人教育 刘文波 一 二 三 分 下一次